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的新闻精彩分成 首先,爆米花棒球联盟将于17日盛大开打 台寿霸龙队的新任总教练汤登凯将带领球队 并且有望加盟日直软营的投手张俊伟 也在新北和联的名单中 这将是一场值得期待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亚洲杯大学女蕾赛 台湾代表队在今天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成功击败韩国和印度,取得两联胜 明天将与新加坡队迎战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队加油 最后,台湾涉及选手刘衡于在世界杯总决赛中表现惊艳 首次参赛便夺得银牌 这是他在国际赛事中的最佳成绩 他的努力和突破为大家带来了无限的骄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央社报道 2024年爆米花棒球联盟将于17日在台东正式开幕 赛事吸引了11支球队参与 采用双循环赛制 前四名将晋级决赛 新任总教练汤登凯率领台兽霸龙队 投手张俊伟则有望加入日职软营阴队 成为新北河联的重要成员 此外,重返业余的邱丹 因规定需等到11月后才能出赛 期待他在桃园试成棒队的表现 联盟的冠军预计在12月19日揭晓 挑战连霸的合库队将成为焦点 联合新闻网报道 2024年亚洲杯大学女子累球赛在台中开打 台湾代表队在首日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先后以12比0战胜韩国和18比0击败印度 取得两联胜 投手柯夏艾在对阵韩国时表现出色 主投二局未被安打 随后李明炫和郑玉化接力 确保胜利 与印度的比赛中 台湾队全员安打 叶桂平和廖宝秀更是各自打出拳雷打 展现强大攻势 明天 台湾队将迎战新加坡 争取继续连胜 中央社进一步报道 台湾国际棒球交流发展协会 近期率领台湾棒球遗祖代表队 到澳洲布里斯本参加国际交流赛 旨在推动国民外交 此次活动吸引了约600名侨胞参与 展现了台湾与澳洲 日本搏流的友谊与体育精神 台湾队在比赛中与当地选手交流 赛后双方互赠礼物 期待未来能再次相聚 此外 协会还积极与昆士兰棒球协会 进行合作交流 为未来的国际赛事铺路 中央社报道 台湾射手刘恒瑜在射击世界杯总决赛中表现出色 成功夺得女子时 公尺空气手枪银牌 创造个人在国际比赛中的最佳成绩 他首次参加这一盛事 资格赛中以571分排名第六顺利晋级决赛 在决赛中 刘恒瑜与法国选手耶杰耶夫斯基展开激烈竞争 最终以237.4分获得银牌 令他激动地喊出 终于不是铜牌了 教练陈秋燕对他的表现并不感到意外 认为他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联合新闻网指出 21岁的刘恒瑜是中华射击队中最年轻的选手 此次世界杯总决赛也是他的首次亮相 在巴黎奥运会上 他以第13名的成绩遗憾未能晋级决赛 但此次赛事的表现让他成功突破 成为中华队在本届赛事中首位获奖的选手 资格赛中他的表现稳定 最终以237.4分的成绩获得银牌 尽管未能夺金 但这一成就标志着他在国际赛场上的崭露头角 在刘恒瑜的背后 教练陈秋燕为他的成功付出了不少努力 为了提升刘恒瑜的技术 陈教练特别安排他在韩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 尽管他一度担心长时间为练习会影响表现 但他最终在比赛中展现了出色的状态 此次比赛不仅是他的首次参赛 也是他在国际赛场上的一次华丽转身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佳绩 中央社报道 台湾直篮TPBL福尔摩沙梦想家的前锋马建豪 在经历父亲的试事后重新振作精神 表达希望能够激励更多小朋友打篮球的愿望 他自高中时期便被称为台版KD 在美国和中国的职业篮球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在父亲去世后他曾经历低潮远离篮球 但在热身赛前重新归队 决心为球队和已故父亲努力打球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台湾的小朋友因他而爱上篮球 并相信父亲会在天上为他感到骄傲 联合新闻网消息 台湾女双组合张静慧与杨景敦 在丹麦羽球公开赛首轮以直落二战胜印度组合 成功晋级16强 两位选手在此前的比赛中遭遇低潮 但在上周北极羽球公开赛中获得8强 逐渐找回状态 此次比赛中 他们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 尽管经历了对手的反扑 最终以21比18和24比22的比分拿下胜利 此外 台湾男双组合苏靖恒与林兵伟在首轮遭遇世界第一的中国组合 遗憾直布 中央社进一步报道 国联冠军赛中 大都会的左手投手马纳亚以独特的出手角度成功封锁了大谷祥平 令其在面对马纳亚的投球时 显得十分不适应 大谷在比赛中三次出击 前两次均遭到三振 显示出马纳亚的投球策略有效地迷惑了顶尖打者 大都会总教练孟多萨对此表示 能够让大谷这样的打者感到困难 实属不易 马纳亚的投球角度和策略让打者难以看清球路 展现了他的投球技巧和实力 联合新闻网报道 2025新北万金石马拉松将在明年3月16日举行 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即将到来的是撞运 市长侯友宜宣布将增加2000个名额 免抽签直接报名 每年万金石马拉松吸引3到4万人登记 但名额仅有1.1万 导致中签率低至3至4成 此次活动还强调环保 采用在地食材咖啡渣和宝特瓶制作跑衣 以及电动化赛事用车 展现了赛事对环境永续的承诺 人气拉拉队原理多会也表示 对首次参加马拉松感到兴奋 期待明年能在终点参与受奖 中央社则关注到足球巨星姆巴佩近期 卷入性侵调查的消息 瑞典媒体报道 姆巴佩在斯德哥尔摩的旅行后 因涉嫌强暴而遭到警方调查 虽然瑞典检方确认正在调查此案 但并未透露嫌疑人性命 姆巴佩在社交平台上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称这一切为假新闻 并认为此事与他与前效力球队 巴黎圣洁曼的薪资纠纷有关 姆巴佩声称巴黎圣洁曼欠他5500万欧元 暗示这起事件的曝光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 在这场风波中 姆巴佩的随行工作人员表示 并未听闻有针对他的法律控诉 尽管瑞典媒体的报道指出 警方接到了一起强暴案件的报案 且受害者在寻求医疗援助后提出指控 但姆巴佩坚决否认 并认为这一切与他在法国联赛委员会的 听证会时间巧合 此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许多人对姆巴佩的未来 以及此案的进展表示关心 中央社报道统一期 Eleven师队在季后挑战赛中 以三胜一败战胜乐天桃园 成功晋级总冠军赛 将于19日起与中信兄弟争夺冠军 师队将在台北大巨蛋和台南势力棒球场 进行主场比赛 门票于16日全面开卖 最高票价达到2280元 最便宜的外野席则为700元 为了增强球迷的支持 师队特别推出霸局猛失球衣 购买特定票种的球迷 可以获得这款设计独特的球衣 象征着球迷与选手的团结与力量 展现出师队的拼搏精神 在另一场赛事中 纽约杨基在美联冠军赛首战中 以5比2击败克里夫兰守护者 墙头罗登表现出色 投满6局送出9次三阵 几乎完全压制对手 杨基在第3局和第7局 分别由苏多和史丹顿打出全雷打 迅速拉开比分 尽管守护者在第6局和第8局尝试反击 但杨基的守护神为佛稳健的表现 确保了胜利 杨基的薪资总额超过3亿美元 位列联盟第二 展现出其强大的阵容实力 明天 杨基将继续在主场迎战守护者 争取系列赛的第二场胜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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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